各位愛運動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國立清華大學助理教授許仁豪 曾經代表台灣參加2012年的倫敦奧運 那今天要教大家羽毛球的正手挑球 好 那我們挑球主要的用意就是要把對方拉到底線的位置 讓對方的殺球進攻的時候不會這麼有威脅 那你如果球都挑得太近的話 你的防守就會造成你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在挑球的重點就是要把球盡量挑得又高又遠 挑到羽毛球的底線的位置去調動對手 你才有機會做手中反動的機會 那我先教一下挑球的重點 我們分為手跟腳的動作 那我們先做腳的動作 那我們羽毛球的動作會比較困難的原因就是 它都是同手同腳 那我們都是左腳先出 然後再來換右腳 不管是正手拍或是未來我們要教的反手拍的位置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條腳的位置就是 左腳先伸 然後再伸右腳去挑球 然後回來的時候就是 右腳 左腳 跳一步 回到原本的啟動的位置去 那主要有幾個腳的最大的重點就是 我們在挑球的時候 對手在切球 我們的左腳主要是要先去找球的方向 所以說假如說它這個球切的比較旁邊 那我的左腳出去就要往旁邊這邊去踩 所以它如果切的比較中間 那我就往前面去踩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們的右腳會是決定球的距離 假如說我左腳先踩出去 我發現對方的切球非常的短 怎麼辦 那我就故意要把右腳跨大一點 準備去擊球 那假如說對手切球 我左腳踩出去 發現它就在我身體旁邊 那我的右腳呢 就相對的可以省一點力量 輕輕踩一步 你就可以做挑球的動作 OK 這次主要是腳的動作 那我們再來講手的動作 先複習一下羽毛球正手拍的握拍方式 就像拿菜刀一樣 食指在上 大拇指在中間 後三指並攏 就是像切菜一樣握菜刀的方式 那我們在挑球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可以這樣子去挑球 所以我們要把手腕給轉正 讓它朝著天花板上面的位置 天花板上面的位置 那我們在挑球的時候 就像畫個半圓一樣 畫個半圓 手畫個半圓 由外面畫個半圓 由下往上挑上去 那主要幾個 大家會比較沒有辦法挑到球的原因 主要有幾點 第一點就是你的手腕可能會向上勾 有些人想要把球 往上挑 他的手腕就會很自然的 向上這樣子勾 你的球就會相對的 他就只會往上飛 他不會往前跑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擊球點 因為我們要挑球 所以你不能太早去擊球 你如果這樣把球放在胸部去擊球 你的球也是會一樣 他也只會往上飛 他就不會往前走 所以主要幾個重點就是 我們要把球 好像是這樣 有玩過保齡球的朋友 他要把它往前推 往前推 擊到球的時候才會出力 把我們手腕給往上去延伸 就像這樣的感覺 往上去延伸 推它以後 擊到球的時候 把手腕給向上的感覺 千萬不可以去勾手腕 也不能太早去擊球 最佳的擊球點 會放在膝蓋左右的位置 這邊去擊球 球會飛得最遠 所以這個擊點 我們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正確的挑球姿勢可以看一下 放在膝蓋左右的位置 等球掉下來 把球拉上去 他會打得又高又圓 假如說你太早擊球 就會發生這個現象 你會覺得你的球 就只有往上飛 但是沒有往前去走 所以 這是主要幾個挑球重要的觀念 那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試著說 先做最基本的 站在發球線 請一位 請一位 你的隊友幫你丟球 我們可以先抓一下擊球的感覺 先跨右腳 先跨右腳就好 然後跟著 跟著去擊球 跟著去擊球 好就回到中間來 先去抓一個挑球的感覺 挑上去的感覺 回來 等你熟悉了 你覺得你的挑球這樣很可以了 那我們就會開始加上腳步 就會開始加上我們剛剛所教的腳步 左腳 右腳 挑球 右腳 左腳 回到中間來 那主要在跑動的時候 你可能擊球點一開始會比較難掌握的原因 是很多人會是你跑到位以後 你才開始做挑球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呢 球可能就已經落在地上了 所以你還沒有時間去拉拍 所以我們要再掌握一個重點是 如果在跑動的時候呢 你想要擊球點擊得準 你在邊跑的時候 你的手就要邊拉 你到了位置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擊球 所以我們會有 邊跑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好動作 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擊球 那有些球有可能會 跑過去 才在做拉的動作的時候 球可能已經落在你的地板上 你就會很容易揮不到球 或是球會挑不高 挑不遠 這幾個要點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就請學員 來親自體驗一下 好 那我們就要挑球動作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握拍 握拍很重要 握拍記得是食指在上面 大拇指 然後後三指並攏 握菜刀的樣子 好 那我們先拿到胸前 那我們要挑球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要把球挑高 所以一樣要把球拍轉成面向天花板 對 面向天花板 但是手腕要放鬆 不可以這樣勾起來 對 手腕放鬆向前 對 好 這就是我們的挑球姿勢 好 我們再來做腳的動作 我們等一下是 做微微的半蹲 微微的半蹲 好 出去的時候我們就是 左腳 對 右腳 好 弓箭步踩穩 踩穩 好 做一個挑球的動作 對 畫個半圓 做個挑球動作 對 好 同學 我們在挑球的時候呢 手要由下 往上的感覺 對 我們不可以往這邊去挑 因為我們的拍面 對 各位同學說 我們的拍面只要朝著哪裡 你的球就會往哪裡去飛 所以你要讓你的球 朝直線 你的拍面就是朝直 你如果讓你的球拍朝這邊 你的球就會往外去飛行 好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概念 對 所以我們要讓球 第一個就是挑直線 所以我們要讓你的手 要打直 打直 讓它上去 往直線的位置去回 對 好 我們再來做右腳 左腳回來 往前跳一步 對 好 這就是我們 挑球的腳的動作 好 那我們手的動作 也再來練習一下 我們在跑的時候 邊跑的時候 手就要邊畫個半圓 左腳的時候 手就跟著已經畫半圓 對 畫個半圓出去 好 做的時候 右腳過去的時候 就已經準備把球給挑高 對 好 再做右腳 左腳回來 OK 好 那我們要實際打球一下 好 那我們就 兩個學員 我們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好不好 那你先來 站在中間的位置 好 我等一下會丟這個位置 好 你就先跨右腳就好 我們先不加腳步 對 我們就跨右腳 把球給挑高 對 游下往上 游下往上把球給挑高 好 來 跨右腳 對 好 回去 好 跨右腳 對 好 回去 對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對 對 很好 放在膝蓋的位置 對 很好 放在膝蓋的位置 對 很好 好 那我們再要加腳步 左腳 右腳 所以我們在跑 剛剛我們只有踩一步 所以你的打球位置會很準 但是我們加腳步的時候 你就要提早去拉牌 好 來 我們試一下 左腳 右腳 左右 對 很好 右左回 對 左右 對 很好 對 左右 對 好 對 好 對 很好 好 右 對 好 這位學員做得很不錯 好 那我們換一位學員 我們來看一下動作 一樣 我們先做右腳 先做右腳 先做右腳 做挑球動作 好 來 右腳 對 好 對 好 那我們這位學員在打的時候 我們在揮拍的時候 我們不能把整隻手 這樣子給揮出去 對 我們是最後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手腕給向上揮拍 對 向上揮 但是我們不能勾它 對 它只是向上推出去 對 像保齡球一樣 我們向前推出去就好了 對 放在膝蓋 對 好 很好 對 放在膝蓋 對 好 對 好 放在膝蓋左右再挑球 不要太早 對 對 這顆很好 來 左右 對 好 拉拍再早一點 有點太慢了 拉拍 對 好 來 左右 對 好 來 左右 對 這顆很好 這顆很好 好的 那我們有一些學員 再看一下學員在練習之後 之前會比較錯的地方 那也可以做一些修正 那在挑球的時候 比較多的學員 在挑的時候 你們的手腕會習慣的向上勾 這個東西是一個 在羽毛球很容易受傷的 你的手腕就會很容易受傷 因為它不符合你的人體工學 所以我們在挑的時候 千萬不可以把手腕給向上勾 如果假如你感覺到你的球 只有向上飛 沒有向前走的時候 那很多的時候 就是因為你的手腕 給向上勾了 那你如果勾久了 你的手腕就會很容易去受傷 那我們來看一下 學員的示範 好 對 就是像這樣子 在打的時候 你會覺得 打不準 會容易打到你的拍框的位子 球就只會向上去飛 這就是一個 比較常會發生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揮的時候 我們要希望把球 往前推 再順著把它給揮上去的感覺 千萬不可以直接 這樣子勾 這樣子 球勾上去 這樣球就很容易 拍面就會往 球就會往後去打 它就不會向前去飛 對 好 對 試一次 對 這樣子做動作 球就可以飛得又高又遠 對 很好 對 好 對 好 OK 好 那我們也換一個學員來 來 來試試看 好 來 對 好 對 好 這位球 學員的球 看起來就是 飛的高度就是比較高 但是他的手腕 因為有點向上勾 他就會飛的 飛的比較 距離就會稍微的比較短 短一點 這個就是要稍微去提醒的地方 那還有一些 比較學員會比較發生 就是 他們的食指 食指會習慣去伸直 當你食指伸直的時候呢 會怎樣 你的手腕的角度就會受限 你的手腕角度就會受限 你就沒有辦法很正常的把球拍給向前揮 這也是比較多的學員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在打球你會覺得奇怪 你的手腕怎麼被卡住了 那你可能第一個要關注的就是你的食指 那第二個就是關注你的手腕有沒有向上勾 這兩個要點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好來 那我們再試一次 好來 左腳右腳 對 這個就打得很好 來 向前 對 很好 向前 對 好 這幾個要點修正以後 你的挑球就可以挑的 又高又遠 不管是你在打雙打 在打單打 你的partner跟你在做防守的時候 就會容易許多 但是你如果只挑半場球的話 你就會成為豬隊友 因為你的對手也很難去防備 所以挑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 它雖然沒有什麼很大的攻擊性 也很難去得分 但是你如果沒有把它 把這些細節給做好 你就會很容易造成你的失誤 很容易造成失誤 或是說對方就很輕易的把你打死 讓你下一顆就會非常的困難 老師老師 我想問要怎樣叫質量好的挑球 質量好的挑球跟質量不好的挑球 主要就是我們可以從球區分 通常我們如果是質量好的挑球 你如果是正常有在發到力的話 你會覺得你的球出速度很快 但是到後面的時候 它會很自然地停下來 它就會避免出界的感覺 就代表說你這顆球是有發到力量 所以你們有看很多世界好手 你會覺得它打的時候 感覺為什麼球這麼大力 可是為什麼到底線的時候 球就會自己給停下來 因為我們要自己的羽毛球的原理 它的出速度很快 可是它的末速度是非常慢的 所以你一定要依照羽球的原理 就是你在出力的時候 你是瞬間去給它力量 所以我們在擊球的感覺 比較多的是瞬間這樣子去擊到球 不會是這種的聲音的感覺 對 當你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你的挑球就會變成是 出速度很快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的球在減速了 它就會在底線的位置給停下來 這種時候對方是最難最難去出手的時候 這個問題很好 那大家也可以去注意一下 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把球給挑好 今天是正手挑球的教學 那我們下一堂課會繼續教反手挑球 請大家繼續關注喔